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3月24日 星期三 香港警隊被譽為黑警 已經是公認了 世界已經是 得到 認同 以往 大陸的警察就是公安的 公安同志 但是 受了港產片的影響還是怎樣 大陸慢慢慢慢跟隨香港 要警察 大陸已經沒有人再叫公安同志 他們說他們是人民警察 在廣東省 是跟香港的 叫警察 這班警察 可以說是一場 革命之後 越來越變成大陸的公安 大家有看過《島神2》 千島湖公安 尤其是由徐錦江飾演的 對於香港記者 就打啦 香港人就打啦 那種暴力執法 基本上是香港已經做的了 而記者更加是打了一份 現在香港的黑警 可以說是變成以前的大陸公安 消息指 越港澳大灣區警察協會 在中央的批准 以及特區政府的支持之下成立 上個月在珠海度假勝地 奇奧島 進行揭牌儀式 38,000個香港警務人員 均自動成為委員 而且 代支付首年100元人民幣的會費 即是全部被踢入會 我們 評論這件事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統擊五毛 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 月費贊助 說說這件事 大灣區警察協會 就是警察最近在內部流傳的資料 消息指 越港澳大灣區警察協會 本身是 香港警察 受這些黑暴運動影響 所以中央關愛他們 特別批示由香港政府成立 以聯繫越港澳大灣區其他地方的警察 包括 深圳 珠海 廣州 潘嶼 佛山 東莞 最重要是東莞警察 經常有免費飯吃 警察福利部代替每一個警察付首年年費100元人民幣 保安局全體職現職警務人員 自動成為協會會員 明年會費就要自己交了 如果不交就會 形成大量的退黨 他的Logo 就是有一條橋 GHM的全家產 光東 Police Association of 光東 香港 麥卡爾 Wilter Bay Area 大灣區 方便內地支持香港警察的不同需要 消息指 2019年反送中運動以來 中國內地 不同單位都向香港警隊打氣 但是力量較為分散 所以在中央安排之下 職方編制成立協會 加強溝通之餘 亦方便內地支持香港警隊的不同需要 包括住屋 度假 旅遊 蘋果取得會輝 會輝呈橢圓形 徽免以藍色白色為主 白底藍字著名協會的中英文名稱 中文是用簡體字 徽免的內緣圖案 以中國的警徽 含中國國旗 盾牌 蟲子等元素 其實應該是有狼牙棒的 我們看到中國的警察就用狼牙棒 加上血滴子 可能會比較貼切 中國的背下就是港珠澳大橋的圖案 並寫有粵港澳的英文宿舍 GHM 最近有設計比賽題及會輝設計者 廣州美術學院視覺藝術設計學院的院長曹雪 註冊的地址 原來在警察總部40樓 屬於警隊人士部的辦公地點 廣東省社會組織管理局網站也列了 粵港澳大灣區警察協會的資料 成立時間是今年2月6日 法定代表人一欄顯示是暫無數據 住所顯示是廣州市 珠海市 香州區吉大路4號 網站也提到粵港澳大灣區警察協會的業務範圍 開展粵港澳大灣區警隊業務培訓 交流學習 理論研究 民體交流 維護權益 協作服務 記者同時發現廣東省公安廳 早前曾經開設 粵港澳大灣區警察協會的業務面 設有協會動態 警務實踐 理論探討等難目 但是有關網頁 連結已經失效了 可能沒有付錢 其實很簡單 網頁通常 很快就 沒有效了 可能忘記付錢 這個會 也開始了微信公眾號 還在簡介中說 以團結合作服務為宗旨 打造粵港澳大灣區警隊文化交流平台 公眾號的帳戶是去年11月24日註冊的 12月18日 獲認證為大灣區警察 資料顯示 帳戶主體是屬於事業單位 廣東省公安廳 大灣區警察交流中心 好了 這個當時 這個 消息就不是很充分了 所以 當時問時任警務署署長的陸偉聰 他就說 他也不知道 他也是第一次聽 當然啦 你也不是黨員 當然不能告訴你 好了 我們要探討的問題就是 大灣區警察 大家 是好像親人一樣 是不是好像以前的結拜兄弟 不求童年童月童日生 但求童年童月童日死 當然不可能啦 黑社會也做不到 警察當然也做不到啦 大家差不多 但是警察有制服 警察有糧出 警察還有咬糧 黑社會也不能咬糧 大家看看 李兆基也是黑社會 幫他重了糧 他也不能咬糧 他還會病 要靠 古天樂接濟 但是警察 警察跟黑社會有一個最大分別 就是警察有退休福利 而黑社會是沒有的 我們要說回成立這個大灣區警察協會 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們要提出來的 就是 不求童年童月童日生 但求同工同酬同薪金 你香港警察賺多少錢一個月 大灣區警察也賺多少錢一個月 你們 跟別人 不是 同一個 層次的 是差很遠的 人工 尤其是高層 給大陸的公安 給大陸的警察 多十倍 你有沒有跟別人說的 你有沒有告訴別人 你要賺多少錢一個月 你要別人協助你 你還醜不醜 你出那麼多糧 做的事又不是好很多 大陸警察的 工作性質比香港警察危險很多 面對大陸人窮窮極惡 隨時有生命危險的 現在這幾年好一點 在早幾年的時候 大陸的警察 平均每天被人燒死兩三個 平均每天就有幾個警車推翻 現在就好一點 你想一下 你的薪金高那麼多 你又要求別人協助你 100元會費你也不用交 這樣怎麼對得住大陸的大灣區警察 你們本身已經不合理了 在一個不是平等的狀態之下 你們成為一些 高級的會員 而大陸的公安警察 只是做一些陪襯品 做一些低級的警員 人工就少了你那麼多 你怎麼好意思說出來呢 這個協會 會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大陸的警察會問一句 大家都是警察 為什麼你香港人 人工那麼高 我們跟你相差那麼多 你也是打手無寸鐵的人 我們也是打手無寸鐵的人 大家工作性真是一九陽 是不是 當然有人會出來反駁的 香港警察 現在沒有影片收的 大陸不同 你如果做東莞公安 東莞有那麼多夜場 有很多影片收的 每天可以免費有妓女招待 看中誰就想誰 這件事香港未必做得到 可能有部分反黑組可以做 甚至反黑組有冰毒可以去販賣 或者收保護費 或者開 外圍賭檔 或者幫這些 娛樂場所看場 但是這些也不是正式的一個收入 始終也是 個別警務人員的個人努力 不是每個人都有的 大陸就不同了 大陸基本上 如果你說東莞的警察 基本上每個人都有份的 沒有說誰沒有份的 在上面經營得色情場所 或者夜店 基本上要派通 你沒有人 是 人人有份永不落空的 如果你派樓 那些警察就會去佼佼鎮 就會去破壞 所以 我覺得 只能夠把東莞的警察 跟香港警察 同一個 協會 而其他珠海 甚至乎是那些 遠一點的惠州那些 那些沒有什麼游泳的警察 他肯定不可以加入協會 人工也不多 又找不到什麼東西吃 沒有什麼游泳 所以 這個協會我都覺得 注定是要解散收場 到時可能只剩下東莞 和香港 這節先說到這裡 拜拜